32.人民日報海外版 交易規模近6萬億覆蓋各種生活場景移動支付圈地擴張 2015年7月11日耀民寧4潘玉圖吳丹潘玉圖吳丹7月8日起 肯德基在北京的300餘家餐廳開始接受支付保錢包支付 肯德基進入中國28年 一直沒有接入司機 為何突然接入移動支付 同一天 支付保9發布 此個版本被稱為支付保12年來最具革命性變化的版本 原因是新版本將支付保和支付保錢包合二為一 並在原有服務的基礎上 新增親情帳戶付款 借條、口碑平台等多種功能 艾瑞諮詢的統計數據顯示 2014年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59,924.7億元 同比上漲391.3% 第三方移動支付交易規模呈現持續超高速增長狀態 預計2018年移動支付的交易規模有望超過18萬億元 一家獨大多方爭奪在國內移動支付的參與者中 第三方支付平台如支付保、微信支付風頭最近 移動支付市場基本形成一家獨大、多方爭奪的格局 數據顯示 在2014年第三方支付市場上 雖然支付保佔據了82.8%的市場份額 但其他參與者也不甘示約 企業、金融機構、手機廠商、電信運營商等積極推動建立專屬的移動支付手段 星巴克設計了自己的額 用戶可以通過額找到附近的店面 直接下單支付 之後再到星巴克商店用手機掃一掃完成消費 不用等待排隊就能拿到咖啡 而星巴克也能由此獲取消費者的數據並推送符合消費者習慣的優惠券 最早提出幫用戶脫掉銀行卡的招商銀行 也推出了專屬額 在提供金融相關服務的同時 將服務範圍拓展到購物、衝值、訂票、理財等多個領域 不依靠第三方支付 以時自立門戶 中國銀行也於2013年底推出了整合多種支付功能的移動支付產品 國內手機品牌華為、小米、美族等也開動老根 積極出手 華為聯手支付寶定制指紋支付功能 不用輸入密碼 按一探手指就完成支付 還在榮耀60S機營中拓展 近距離無線通訊功能 真正實現刷一刷手機就可以消費 專走痛點方便生活7月6日 支付寶發佈的線下影響力 數據顯示 目前已有超過13萬的線下店舖接入了支付寶支付 福臺範圍涵蓋餐飲、超時、便利店、醫院、交通等多個領域 超過90萬輛出租車 專車和二百多家醫院可用支付寶付款 移動支付為何如此火熱 移動支付最大的優勢就是無需經過繁瑣的賦現酒靈 書密碼拆卡 數一數二維碼就可以付款 足不出戶可以完成訂餐、購物、繳納水電煤氣費用等生活中複雜但必不可小的活動 單移動支付的掌陀者不止步於此 還關注到更多消費細節和消費痛點 例如 支付寶去年5月敲壞增銳擊項目 將醫院植入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寶 從而解決患者在醫院掛號 繳費 後診時間過場的問題 提高就診效率 醫院也因此節約了管理成本 聚會 旅行中分攤費用也是個讓人頭痛的事情 如禁制收款也可再移動支付中完成用戶發起繳納 付款碼分享 轉賬收錢 實時解決 各種優惠五花百門目前 支付平台的服務項目和服務範圍出新出期 進一步向精細化 科學化方向拓展 線下商業優惠活動的競爭也進入白熱化 今年3月 微信將每週二定為微信支付日 用戶在當天使用微信刷卡支付購買商品或服務 即可享受合作商家和微信聯合推出的各種優惠 支付寶也緊隨其後 至5月起將每月的28日定為支付寶日 消費者者天在線下相關店舖使用支付寶可享受八折優惠 有專家認為 移動支付領域誰更勝一籌 關鍵在於培養用戶使用習慣 而且 未來移動端的功能將不僅僅停留在購物消費上 建立城市平台才是移動支付的發展方向 作為移動支付領域的巨頭 螞蟻金融服務集團支付事業群總裁梵志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支付寶將把服務範圍進一步拓展 貫穿到各種生活場景中 力圖充分發揮移動互聯、大數據和雲計算等的技術優勢 建立一個以每個人為中心 以實名和信任為基礎的充滿溫度的未來世界